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陶渊明的诗里面可以看到陶渊明非常清楚的他的感情和他观念的流露 在谢灵与点诗里面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推你 但是相对而言其实不是那么 就跟上次讲陆基一样 这都是相比较而言的 陆基一样他那个形式的追求 有的时候对于感情的表达是一种意志 他那个形式的追求对谢灵运有的时候那个理的 他那个写这个还实必经手还胡中作 他前面写了一大堆 最后突然来一句这个绿弹物自清 其实你跟前面到底比较一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有的时候不太完全能对得上那个笋头 不太完全能对得上笋头 所以这个后来有一个说法 其实这个时间有一个变化 就是所谓山水的描写有一个变化 这个沈德前当时评论 就叫性情见影深色大开 我不说就是说 如果你把陶渊明跟谢灵与点两个说比较的话 沈德前清代那个沈德前 帮皇帝写了很多诗的 沈德前 他那个他的这个讲敬送自己诗歌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评价 放在陶渊明跟谢灵与之间当时很合适的 就是性情见影深色大开 他本身他自己的那个感情 他的思想的表达 原来在陶渊明那里是非常流畅的 到了谢灵与这里实际上 有啊 我不说没有 有 但是呢 所谓影啊 有的时候是被遮蔽了 但是深色大开 他对于山水的很多刻画 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 有这样一个变化 那个孙康仪 这个耶鲁的孙康仪 耶鲁大学孙康仪教授 他写过六朝诗歌 谈论六朝诗歌的一个书 这现在也有中文本翻译的 是南京师大的那个中正正教授翻译的 我把那个书翻了一下 我原来那个英文本我也翻过 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找那个翻一下 它里面实际上讨论六朝诗歌 它最重要的一个 两一组概念 它实际上是从法国那里来的 他自己交代是从法国拼命的来的 他基本上是两种 他六朝诗歌分两种 一种呢 他说用一个词就是叫expression 一种呢description 就是expression和description的两个 有两种诗 一种呢是description的 侧重于description 一种是expression的 它两种诗 如果我看你 我就说不要从法国来 其实中国就是 中国这个概念 实际上expression在某种程度上 就跟性情是相关的 所以这个description就是跟这个 声色相关的 就是声色相关的 其实其实就这两个方面呢 那个性情 所以我借陶渊明 借沈德钱 凭敬送之记诗歌的话来看 陶渊明到谢宁的变化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所谓性情见影 声色大开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接着呢 下边再往下呢 就是所谓的小谢 就是谢挑 谢挑如果和 谢挑的时代当然更晚一些 更晚一些 他跟如果他跟这个大谢相比较呢 他当然一生也在政治风云当中 这个受到各种各样的波折 最后也是被杀的 这都都很不幸 那个六朝时候 很多很多世人都死于非命 都死于非命 从陆基开始 都这样 谢灵运啊 谢挑啊 其实都是死于非命 所以这个谢挑最后也是被人说是谋反 所以被杀的 一生也是不如意 那一生也不如意 但是呢 这个相比较来说 谢灵运跟谢挑相比较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变化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小谢的诗呢 是他自己说过一个概念 说好诗要流美远转如弹丸 那个远转 流美远转 他提出他这个追求 而且你拿他的这个诗和小大小的一笔 这个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我前面讲 就谢灵运的诗当然好 但他有用力的地方 刻画的地方 有的时候会比较制色 有这个制色的这个感觉 但谢挑的诗非常的流畅 相对要流畅的多 这个流转自然 和谢灵运有的时候那种堆砌 有的时候说谢灵运那种可以讲是那种油画式的 一笔一笔往上图的 这个谢挑可以说基本上就是线条 讲究那个线条的流转 是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不同 当然这个一方面 当然可以讲是谢挑 因为年代比较晚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实际上是谢挑 这个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我们下面要提到的 就是说两个 一个是民歌的影响 所谓乐府 南朝的乐府 对他们这批人的影响 那个以后在这个 十两以下 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取向 这个民歌影响 这个谢挑里面就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那种很短小的 我们知道南朝乐府 我们下面简单提一下 南朝乐府的很多作品 是所谓这个五言四句的 就像那种小小的绝句性质的 二十个字的 谢挑就有这样的诗 他非常有名的那个玉阶院 玉阶院 大家知道这个西殿下株连流应非复兮 长叶焚罗鱼 四郡死河集 这个当然从主题来讲 其实也就是 也就是一个女子的这个 这个情感的表达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从表达的这个 这个这个上面的情感上来讲 没有什么特别 但他写的非常的 非常地流转 非常的相比较来讲是 是比较细致 而且比较流转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那种新体的 永明的诗 就讲究那个声调的和谐 这两个方面影响很大的 对我们后面比较的时候 因为比较大条线的时候 这两点是要谈的 就是谢霞运的诗 整体来讲 他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流利 清新流利 干净自然 没有谢霓运那样 好像苦心刻画的那种痕迹 所以他有一些诗 写得非常的 近随于后来唐人的诗 唐人对他的影响 对他非常的这个追怀 就像比如说李白 李白实际上是 受到六朝诗 很大的这个影响 他对谢霓运的 特别的这个欣赏 大家都知道 他彭来文章建安谷 中间小谢又清发 对他来讲 他回顾诗歌诗 他找到的是所谓 彭来文章建安谷 然后下来建安一项 就是说 你看就是小谢 谢霄 中间小谢又清发 是这样的评价 所以这点跟大谢 就显然的不同 他有些诗 是非常的 非常有名的一些诗 清新自然 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这个可以讲 他远转 远转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他实际上是非常的 他有非常细致的地方 非常细致的地方 这跟谢霓运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很难 很难再这么说 就你们真的要去读 他的诗就知道 是不一样 就是谢霓运那个诗呢 你说他刻画吧 他也刻画 对不对 光难流 响意崩 但这种细微的那种感觉 他不太会有 你比如说这个 鱼系新河洞 鸟散鱼花落 这里面是像 所谓这个 荷花 荷 鱼 这些场景 其实都是 我们都可以看到 是这种江南的 像说 南朝的岳府的影子 其实都已经在了 鱼系新河洞 因为鱼在那里 有那个荷 荷叶 荷应该是指荷叶 对不对 新河洞 然后鸟散鱼花落 鸟散鱼花落 这个花落下来 鸟散鱼花落 这个花 因为这个鸟的 怎么讲 散应该是飞开 对不对 然后这个花 就慢慢落下来 这种感觉 线鱼运可能不太关注的 不太关注的 这种非常细致的地方 很多这些诗 他弄得也非常功利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句子 这个鱼侠善臣其 臣将静如链 就是对的也功利 也非常的流利 像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礼拜非常欣赏 在诗里面 因为后来也有专门人 研究这个所谓 蟹挑跟唐诗 常在很多人 非常非常非常欣赏 这个蟹挑的 蟹挑跟这个有关系的 那么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 需要提到的 就是说相比较 这个山水当中 真的可以说是琴和锦 就如果要仔细来观察的话 我前面谈到 在玄言诗当中 在陶渊明的诗当中 到谢令韵的诗当中 很大的关系 你仔细分析 实际上是锦 锦物和礼 你不能说没有琴 但是很多实际上 是锦物和礼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锦物和礼的关系 但你读小谢的诗 小谢的诗里面 它礼没有什么礼 很少有什么礼 它主要的就是那个琴 它实际上是一个琴的反应 琴和锦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不同的变化 就是分析这个诗歌的时候是可以特别关注的 可以特别关注一点的 就是说这个琴的流露 我这里这也都是最有名的作品 晚灯三三 还望经义 这是谢挑 非常有名的这个作品 它最后你就跟陶渊明那个很有名的作品 我们前面提到的 实际精神环弧动作 来比一下 最后在谢灵渊的礼是最后落到礼上 而谢挑最后是落在琴上 他晚灯三艺 他最后这个诗就是说 实际上是说有情 泪下如流线 加其唱和曲泪下如流线 有情之妄乡 最后就是有情之妄乡 是情 它不是一个礼 所以情和这个一个关系 其实这一点可能跟后来这个唐人也非常的像 和唐人也非常像 在唐诗当中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唐诗当中也有情理的关系 情或者情理情 三者都可以有错终的关系 但是总体来讲 实际上是从理到情 这个之间 你观察这个变化 他同样是写三水 对三水景物的一个描写 但是谢灵渊王王落在理上 而他是落在情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如果说的大一点 可以说这透露出一种趋向 趋向的不同 就是到了 这个 齐 这个谢挑 永明 这些是谢挑为代表的 这样的三水师 其实 他已经走出了 这个所谓悬延的这样一个范畴 走出悬延的范畴 你在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陶渊明的很多次 就可以算是悬延师 谢灵渊当然那个三水师 你很明显可以看到 三水跟悬延的关系 但他这个走出悬延的这个范畴 走出悬延的笼罩 复归到以情为表达中心的这样一种诗歌的传统 回到这个以情为表达中心的这个诗歌传统 所以这个是值得特别提出来的 我这里几个我想都是 都是尽量在比较当中 在陶跟蟹的比较 大小蟹的比较当中指出不同或者变化 然后这个第四个 南北朝乐府民歌和影响 这个汉代乐府以后 从朝魏 三国的朝魏一直到西境 当时的乐府 音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音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个时候 基本上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时候 不再收集所谓的民歌 民间的所谓收集的活动 其实非常的沉寂的 到了南朝以后 重新开始收集 开始收集所谓民间的作品 那么这样子 这个对文学的发展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这个之前 从朝职到陆基到谢灵韵 我一直强调的 他们作品形成了一条文人诗的主流 诗歌是雅化的 文词非常繁力 但是对诗的流畅 作为所谓 用谢挑的话来讲 这个所谓的流美 流美 这个实际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因为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 和音乐是分离的 注重的是文字 而且注重文字的 可能是阅读 看上的那个 读的 识觉的那个效果 所以当时这个 《音雕龙》里面 岳福里面就谈到过 讲子见四痕 子见就是曹 曹子 四痕就是陆基 他说贤有佳篇 他们都有很好的作品 贤有佳篇 但是无造灵人 视线旋馆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些实际上 他不唱 不是唱的 不合乐的 不合乐的话 他就是 不合乐 那么那个时候相对来讲 当然我算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因为以文字 以文字到书面的文字为主 当然是文学的一个特点 文学就是以文字为基础的 基本的媒介的一个 这个艺术样式 这当然是有正面意义的 但是从这个声音调的来讲 从流畅 原美 音调的流美 这方面来讲 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那么岳府民歌重新发展 重新收集 收集岳府民歌 岳府重新收集这个民歌 这个以后 当然是有正面的意义的 那么 简单说 我想大概大家有一定的了解 或者你们书上读了以后 都可以知道 首先就是南朝的岳府民歌 南朝岳府民歌 当然是南方当时 经济后来很快的发展起来 这个非常的繁荣 那么这个当时最重要的作品 最重要的作品 其实是包括两个方面 就是所谓的无声吸取 无声吸取 就是有的时候也叫无歌吸取了 那无歌吸取 那么当时的所谓的无歌 当然就是指长江下游 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健康 南京为中心的 那么吸取 基本上是中游的荆州一带 现在这个湖北 江陵为中心的 实际上都是当时的 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镇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都是有它的背景 是有显然有它的背景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 就是说我简单的 你们只是因为这个课本上 就是文学史上都会 特别的写到 我这个 关于这个岳府民歌本身 我觉得不做太多的 这个讨论 简单的就提一下 就是说南朝的诗歌 绝大部分 或者说相当一部分 都是涉及到这个感情的 都是情诗 然后形式比较短小 形式比较短小 都是很多是五言四句 二十个字 那么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作品 像无歌里边 像子叶歌 子叶诗诗歌 读曲歌 这些等等 都是非常有名的 都是有名的 而且确实写的 到今天来讲 我们也非常容易去体会 那个那些作品 比如说什么 秋风入窗里 罗杖起飘阳 仰头看明月 寂寝千里光 这都非常简单 这个 这个 仰头看明月 寂寝千里光 这个月光 那个 像李白那个是什么 床前明月光 一字地上说 这个 基本上就这一路 这个风格 那么这个 西曲呢 这个所谓 吴歌 在南朝里边 吴歌和西曲 是略微是有一些差别的 略微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个吴歌呢 其实更加的婉转 更加的婉转一些 这个 有 更趋于这个 柔 柔一些 这个西曲呢 可能更加的 这个直接一些 更加直接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西曲里面 这个莫愁 莫愁 莫愁月里面 有一个叫 文欢下扬州 下扬州就是 到下游嘛 对不对 文欢 欢当然是讲情人了 文欢下扬州 相送楚山头 楚就是楚地 那个楚 这个探守 抱腰看 江水断不留 这个 跟那个显然是不一样 这个你们一读 我想就会 就会 就会了解到 了解到 南朝当然最 所有这些作品里面 最有 那个名的 或者说 很能体现 这个当时南方 这个乐福 乐福的特点 而且呢 也是 当然它不是五颜四句 是相对长一些的作品 就是那个西州曲 西州曲 西州曲呢 当然是在那个 杂曲歌词里的 在杂曲歌词 这一类 我上 我上讲到乐福的时候 提到过 对吧 汉代乐福的时候提到过 所谓杂曲歌词 它基本上有相似为主题 那用词非常的流利 非常的流畅 用那些 基本的技巧 比如说谐音啊 比如说顶针啊 对不对 这些技巧都会 非常普遍的 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的 这个风格啊 就是说这个 南朝的风格 基本上是这样 它感情非常的真挚 文词呢 甚至可以讲 流利 甚至可以讲是有一点 有点浅熟 有点浅熟 那么这个里面 特别我刚才已经 实际上已经提到了 就是回过来就看 这个谢敲这里 就是所谓这个五言四句 这种的影响 在沈约 在谢敲 这些这个 其永明年间的诗人 这里实际上都是有影响 北朝 从北朝的 北朝的这个岳父名歌呢 如果说这个 北朝的作品 跟南朝相比较 显然这个南北的文化 的差异或者不同 是显然是造成了 很明显的这个影响的 这个南朝的很多诗呢 是特别是出于 女性口吻的诗 比较的含蓄 比较的婉转 是趋向柔的一方面的 这个北朝的诗 就比较的直接 比较的直接 这个比较的豪爽 这个比较的爽朗 这个 这是非常显著的 这个不同 非常显著的不同 很多了 这个大家 我这里例子就不举了 大家都可以 可以找到这个 很容易找到 这个相关的例子 那么值得特别提一下的 就是有两个情况 就是一个是 这些诗里边 北朝的一些作品 我们今天看到的 北朝的一些作品 有一些是所谓 其实是翻译的作品 比如像赤乐歌 赤乐歌就日本 小川环树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讲赤乐歌 实际上是一个翻译的 天使穷儒 龙盖世 也天堂堂野猫 猫分岁 草地献流洋 实际上是一个翻译的作品 在中国文学当中 用汉文写下来的翻译作品 实际上在先秦时代就有 当时这个乐人歌 这样就是需要翻译的 像赤乐歌也是需要翻译的 那是这样的作品 那么南方如果说西周曲 可以做代表的话 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 就是说集中体现北朝的 这个特点代表 就所谓这个木兰诗 就是花木兰的这个诗 木兰诗呢 当然这个木兰诗的时代 它的成型时代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争论 就是有些认为这个时代 实际上是唐代 唐诗的痕迹非常的浓重 有唐代的那个痕迹 确实也有可能是经过 唐代人的这个修饰的 但是呢 基本上也可以算 看成是北方那种诗歌风格的 一个代表 北方诗歌风格的代表 那我这里重点想提一下呢 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影响的方面 影响的方面 我基本上是从这个影响的方面 来观察的 影响方面是说什么呢 这个首先应该讲 是对于这个文人师的走向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基本上可以说 这个之前的 我前面实际上已经提到了 从汉卫以来 这个五颜师的基本的 一个传统方向 首先是从岳府 从和岳的 就是曹 三曹 父子 曹操 曹批到曹直 实际上从和岳的作品呢 趋向于这个不和岳 曹操的诗都是可以和岳的 曹批基本上也是这样 那个曹直的诗呢 就很多是不和岳的 那么曹批的不和岳之后呢 这个 它是我觉得是受到 这个词负的影响 我提到的 这个修持性 高度的这个修持性 是趋向这个 那么趋向于这个 受词负的影响 趋向这个文词的这个华美